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给小朋友讲一个海带可乐饼的故事哦 这本书是爱智图库出版社的 好,我们开始咯 首先,小丑鱼 小丑鱼开了一家可乐饼专卖店 欢迎光临,尝尝看可口又健康的可乐饼 小丑鱼啊,站在门口招揽客人哦 安康鱼吃了一块,甜甜嘴巴说 嗯,咸咸的,味道不错耶 咳豚问,这是什么做成的呢 小丑鱼啊,浮出神秘的笑容说 这是秘密 好,摸一,秘 摸一,秘,秘密 秘密,听到啊,秘密这两个字 鲨鱼半夜偷偷的躲到厨房里 想看看小丑鱼 小来,西窑小 吃欧丑鱼 鱼二生鱼 怎么做出可乐饼的呢 天一亮 小丑鱼啊,围上了围裙 开始把海带洗洗洗洗洗干净 切一切 再加入面包粉 放在锅子上煎一煎 嗯,好香啊 鲨鱼忍不住肚子发出了一声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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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肚子好嗯啊 诶,是谁 小丑鱼东张西望 可是它没有发现 鲨鱼正从后门偷偷的溜走了 哈哈,秘密 我已经知道了 鲨鱼命令河豚 翻车鱼 到处去找海带 快,快,踩越多越好 踩越多越好啊 哈哈,不久 鲨鱼在珊瑚礁堡里 开了一间海带可乐饼店哦 哇,这个鲨鱼偷偷学小丑鱼耶 你看看,生意那么好 大家都在吃下午茶呢 配饮料,哇,这边都有桌子哦 生意太好了哦 还要外带呢 你看,张鱼先生要外带 哇,生意好好 我都快卖光了哦 接下来啊 营养好吃的海带可乐饼店 开张咯 大家快来买哦 一听到海带可乐饼 可以排毒 排毒是什么意思哦 就是啊,把身上不好的病毒细菌 都可以排出体外 再来气色好看 牙齿壮壮哦 大家马上抢购一空了 哇,你看每个人都外带回家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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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啊 章鱼也刚买完就在吃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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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买卖一空了呢 鲨鱼在这边偷偷的笑,对不对 啊,还有这边厨师也好开心哦 这么多人吃他的海带可乐饼 哈哈,鲨鱼大笑呢 哇,要变成全世界最有钱的鱼了 哇,你看一看 钱都一直送进来 好大跌的钱钱呢 接着啊,为了生产更多的海带可乐饼 鲨鱼怎么样呢 盖了一间工厂 割爱盖,好,四身盖盖了一家工厂 命令更多的鱼去采收海带呢 这些鱼啊,好辛苦哦 车子采收海带 啵啵啵啵啵啵开出去 你看一看 鱼在这边搁搁搁 搁什么 搁,海里面的海带 搁下来再走 然后继续搁搁搁 这是工厂哦 工厂啦,接了一大堆订单 油锅一天油炸24小时 工人每天从早上 中午跟晚上三班轮班 洗洗洗,切着海带 然后加工 加上面粉 赶快丢到油锅里面 炸一炸 我们来看看是谁在炸哦 工人每天怎么样呢 早上送进来啊 赶快洗咯,好可爱哦 鱼在洗 把海带清洗干净之后 切一切 切完之后呢 他们要剁剁剁,剁得更细 然后再裹上了面粉 面粉裹完呢 就可以把它捏成一颗一颗的小可乐饼 之后呢 再全部的送进哪里呢 油锅 哇,是小章鱼哦 这个章鱼有八只脚呢 好厉害 可以每只手都在油炸哦 工厂啊 把油炸过的油 偷偷的 哇,倒掉 倒到哪里去啊 倒到海边里面去哦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看看 本来很粉红 很美丽的 珊瑚碉堡 这个珊瑚碉堡啊 都变成什么颜色了呢 我们看看 慢慢的变成灰白色 它本来是粉红色 对不对 给小朋友看一看哈 以前的珊瑚 哇,好美好美 珊瑚都是粉红色的 有没有 珊瑚这边 粉红色的珊瑚 可是啊 现在的珊瑚 都变成了灰白色了 就是快要白化了 快死掉了 原本深蓝 清澈的海水 也变得混浊 又肮脏了 全部都灰白哦 报告老板 已经找不到海带了 报告老板 油被我们用光了 蛤,蛤,什么,什么,什么 来,我们念一下 注意呢 施恩,绳 这是二声 我们手要往上 手往上举 摸恩,摸 这个是一个点 清声 可以把它放在头上哦 放在头上 什么,什么,什么 报告老板 锅子已经爆炸了 天呐,爆炸了什么 谁在神气啊 鲨鱼 鲨鱼听了 头一昏 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了 哇,太好笑了吧 你看一看 再来啊 幸好油锅的火 马上扑灭 没有员工受伤 海带可乐饼工厂 也关门咯 原本热闹的街道 现在变成一条 冷冷清清的废墟了 在荒凉的飞墟里面 慢慢的慢慢的 又开始怎么样 长出嫩绿的海带 来,我们这本是海带可乐饼啊 教教小朋友 我们来念一下 喝,矮,海 这个有一个手手 我们就用手手 握住拳把这边打勾勾 好,像手举一半这样打勾勾 跟他手手一样打勾勾 海带 得,爱,带 带你可以手往下比下去 下去的时候 我们要大声一点的念哦 所以这个字你要念 喝,矮,海 把勾勾的手手举起来 再来得,爱,带 下去,带 最寂静的大海里面 这里有一个大海 得,阿,大 要大声哦 再来大海里面 轻轻地摇动着 摇动着 所以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小朋友看得懂吗 表示啊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油锅 继续炸 这个海水会怎么样呢 慢慢的慢慢的 又开始 长出了这些海带来咯 好啦,小朋友 你们喜欢这篇故事吗 我很喜欢哦 我觉得海带可乐饼啊 其实在跟我们讲一个环境保护 环境相关的角度 然后来跟小朋友讲这些哦 其实我们不可以把太多的垃圾 还有油污 倒到海里面去 这样啊 我们就以后看不到美丽的小丑鱼咯 而且啊 珊瑚白化之后 你再也不会有这些鱼儿们 在海里面游泳咯 喜欢我的故事呢 小朋友 记得帮我点阅 按赞 或是你想要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可以再去找找看 你喜欢的故事来念给你听哦 好 我今天的频道就到这边咯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